他必須直接向委員會 或甚至在閉門訪問 去表達他的故事 我認為是不適合 在一個立法會上傳承他的評論 透過一位法律 嘉倩現在立法會 有一個委員會在調查UGL事件 有些人查了出來 周浩鼎放了一個文件進去 原來那個文件已經改過 所以現在阿周浩鼎也不進行委員會 新聞黨主席葉劉淑儀 說如果特首梁振英有意見 應該直接寫信給委員會反映 或是親自出席閉門會議 而不是私底下找個別議員 去反映他的意見 整件事都是一個clandestine manner 甚麼clandestine manner clandestine manner 即是一個秘密的行為 葉劉淑儀想說梁振英 就私底下找周浩鼎修改一份文件 就是一個秘密的行為 質疑梁振英不尊重立法會的程序 我明白,那clandestine 和secret有甚麼分別 當然你也可以用secret manner 去取代clandestine manner 意思是秘密的行為 不過clandestine 就是一個比較正式的說法 例如可以說 他會做到一個clandestine的行為 要殺死總統 他們是陰謀行食總統 通常clandestine 帶有違法、不道德的意味 譬如偷偷摸摸的行為 都可以用這個字形容 譬如偷情,可以說 Aclandestine love affair 而偷拍,就是Aclandestine photo taking Aclandes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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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landestine